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我们已经进入大学城了 大学城了 我们请你吃饭了 真假,说真的 又不是我的钱 家姓 到我了,谢谢 谢谢 吃饭了吗 是他呀 是他呀 大抽 大抽 谢谢 其实不是,他真的当我是大抽 今天有几分钱 在众多的学生里面 自然会有很多美食 刚刚出了我们的四个菜 他就停了点 没人在大学城 不业于广东的三位师兄 还不回来? 搞错 其中后台有位粉丝推荐 就是说 不要以为全部都是小店 不要以为学生就不懂 不要以为全部都是低消费的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好的私房菜 在这个大学城里面 做得私房菜 我想应该不会太多 现在五点半 五点九 可能还未下货 这些学生 暂时还未说是 很多人排队 也没有装修 就是选择的感觉 这个环境呢 我们看看 好像是什么 月式的私房菜 但是为什么有东南亚的口味 那些学生吃呢 他就说 招牌菜是咖喱 东阴公汤 反而他们想吃 就是 一般他们很多都是来 10点咖喱 吃了上饭 吃了 这些草味 我为什么要闻淡饭 我想说的是 这些就是饭糖的味道 刚才拍特写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到的 其实咖喱的 其实还可以的 起码够了 这个是48元 在这个价格区间 这个价格区间 这个咖喱 首先它是够稠的 当然 有办法会令到它这么稠 并不是说它加了很多很多料 有办法令到它这么稠 但是它的味道是够的 它的变化很多 里面有很多香料的味道 有很多新辣的 偏咖喱的 偏新辣的口感 还有 甜的椰浆的 一些形态 都会在这里 很好的 48元 对我来说 好了 先吃完这个牛腩 可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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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嗯 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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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环土 滑蛋环土 酥土环土 好 好 在这里 坐下来吃的咖喱 就是这个咖喱 我觉得这个咖喱 很好吃 好 开了三年 为什么叫私房菜 那时候的朋友 都在想一想 不如叫私房菜 就是这样的 各位 我们吃完饭了 现在想吃一些轻的东西 因为北京来到大学 你没理由就这样 吃完一碗就走 有烂锅炒粉 为什么去不穿这么远 还没开门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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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都挺值钱的 这间就是刚才的三位 三位我们的野生股东 手上插住的 叫森林寺 市中心应该很难看到 他会议有八折 我们不八折 我们不八折 我不想和他省钱 这个是700分 好,明白 我会这么小的一杯 不开心 这杯不是贵的吗 那杯不是 那杯不是很贵的 那杯不是很贵的 那算是贵的 但是不会太小的 都可以的 但是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可以的 因为你必定是加了卡士奶 必定是加了最贵的蒜奶 然后,也挺甜的 不会是最甜的 但也挺甜的 这杯是10多元 又不算是很便宜 为什么我们不喝这些呢? 9元的9元 9元的9元 为什么不喝这些呢? 为什么不喝9元的9元? 那么便宜 我现在想喝一杯 我叫完这个 不是 是 这也算是晚饭 之后 虽然还没有回复到最爆肠的时间 但是也有不少人来吃 炸串串不是挺好吃的 性价比高的地方 就是这些 哪怕广州是一些大都市 全中国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有地方是消费高 有地方也是 生活水平低些 都可以生活得好 小时候没有黄油吃 通过努力 大过了 今时今日 我都没吃黄油 这么多药店 三间药店 又要在那里面 又要去哪里? 又要去哪里? 又是小食堂又发狼 你想怎样? 你们没有看错,我们要经过一个垃圾区域 那边就走那边,我们转了很远 我们刚从那边走过来 这个路口转了几圈 我们在路口转了几圈 是他,是他,是他 大抽,大抽,大抽,大抽 我想问一下,香香腸粉在哪里? 有吗? 我们刚刚走过了,不见有的 很开门 有机会吹出来的,就是 好,这是这里 大爷妈妈,很安静 没什么人吃 这个店铺也很开心 我们的店铺有很厚 我们的大路已经很偏 它是大路的偏小路 怎么下街呢? 做鸡蛋瘦肉加纳腸 这么大份的吗? 对啊 这个鸡蛋很夸张 有,有点小一点 那你不买那些? 那些是省肥的 那些是省肥的,不够人吃 这些是什么油? 那些是最好吃的油 好吃的油? 有没有选择什么米? 那些是两米 米又有油又有鸡肉 鸡肉,有三千鸡肉 这些是买熟客仔 熟客仔? 有点难找 这一盆很大盆 这一盆和小鸡都可以 一根多的鸡都可以 可以做 可以加面,不够就加2元 或者加3元 有点不够的 有点不够的 大丑哥都挺英俊的 大丑哥 我代他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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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业之后 还是喜欢吃以前的口味 是啊 接近我家里的口味 在哪里? 江门 他们现在口粉 老板你们是江门人? 羊角 就是那边 是 那边就是这样做的吗? 是 港式的肠粉 应该不太好 花生肉很香 够不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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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好吃 这种形态是 和 和港府的那种布拉肠 真的 它绵得来 它们的油 是比较混合的 它不是很清晰的 那种 花生油 但是这种感觉 吃下去 好像开了一个新世界 你没吃过? 特别是拿椒 放红椒 它是要用辣椒 放红椒 这是是辣椒 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是 一天尝尝尝尝 多少好吃 不是因为老板和老板的老板 你后面没有拿着包子 老板,我手出来 我手出来,你后面有什么 我手出来,我手出来 可以吗?可以 给他们一些评价 比较大分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刚才有人说大分 其实,说真的 我有吃过比较大的分量 但我比较关注的是他们的一种调配 挺好吃 我做过很多十几年成分 夜走,夜煎,夜吃 我来这里七年 六年 15年来 这种交工片 都有人来这里 做了七年 反正,吃豆腐的草粉 他想吃草粉 就回来这里吃 反正,到哪里都回来这里吃 大家知道上海,知道哪里回到这里 来这里 好了 反正,我这里吃的,人都回来这里 我说了,不去,好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到我们再说两句 其实呢,我也很坦白 他们的草粉 都叫做精型剔透 还有,有爽口 那种感觉 但印象深刻的 为什么我喜欢吃荒川的草粉 因为它的油很香 它是辣味油 它们的这些油是花生油 但也有条配的 它们的油香味 也很棒 哈? 各有鲜秋 它在我家附近的话 我都会很喜欢 它们这一档 并不是 因为老板 老板站在我面前 我是这么说的 那些也是十多年 拿着刀 拿着叉 哈哈哈 我个人建议 你们过来 就这样 鸡蛋 可能鸡蛋 肉 就OK了 不用加其他 甚至乎不用加辣腸 是吗? 鸡蛋 都可以吃了 因为这样 你不说了 因为这样 才没有破坏腸粉的口感 也没有破坏油的香味 它们的油 真的印象深刻 挺好吃 吃过 OK 有什么特别呢? 香 香 你的名字? 香香 不是老板娘的名字 不是 你为什么叫香香呢? 你怎么管我解释 你听 那些 我拍照先 好吗? 我带你一起来那里 酒茶粉 拜拜 拜拜 保持品质出品 拜拜 拜拜 今天这集 其实是 吃得很开心 不是 应该是吃得很饱 而且很开心 首先 是这个 气息 这个大学城的气息 我读书的时候 就没有大学城 那么集中 那时候 都是单打读打 一间学校 所以看到很集中 很多学生 精神面貌 是OK的 是挺好的 当然 他们都会有 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都有不同的选择 口味方面 我们今天吃了几样东西 包括私房菜 有自己的调配 其实口味比较重 比较重 当然 咖喱 他们的熟客都很喜欢 那么 还有这个 喝的东西 还有最后一间 保障小店 印象深刻 他们的肠粉比较香 那些油比较正 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么当然 其他学校的朋友 有我们在这里 乘致发出这个邀请 你们可不可以 推荐一下 你们学校周边的 一些美食给我们呢 好 你们去分成机 不同平台 点击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会错过了 大抽 你不是大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丑啊 其实你跟他真的很像样的 哈哈哈哈 多谢你 来吧 拜拜 真的有点像 真的有点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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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 看看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 转叶 我一下 我今天会晨 Del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